我是伯格啊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 剑歌啊 这也是现在网络歌界的一些乱象啊 为啥聊到剑歌呢 所以大家就让大家就是明白赛歌的理念 明白赛歌的知识啊 现在呢就是剑歌 就是新歌界啊 就是剑别歌呢 有两大派啊 我总结是两大派 第一派呢 是玄学派啊 第二派呢 是实战派啊 所以这两项的话呢 可能是有的人能明白了啊 有的人不明白 玄学派的这些东西呢 大家先知道玄学是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玄学在我这儿 以前的证明就是 风水算命啊 预测这些东西呢 就是属于玄学的啊 但是呢 今天放在 在性歌 剑歌的这个行业当中 恰当好处啊 学学这个东西呢 就是两边读啊 就像顺命一样 两边读啊 这都是高智商的一些人 这些人呢 网上呢 也有代表的人啊 但是咱也没有必要提人家的原名 就是说 你一看眼睛 这歌飞去吧 冠军啊 一看这歌个体 这歌是冠军 如果说 这歌是你 没有非读冠军 你不要上歌身上找原因 一定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是两边这个读啊 看眼睛的 看个体的 全都出了 啊 其实这些东西准不准呢 啊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准了 咱就赌上了 又不准 又无所谓啊 看一百人里 有两三个准的 啊 我就提这两三个人 我给他看呢 他就在这个阿特菲子 挺好的啊 这是玄学派啊 这些 这玄学派的人 我们是不可信的啊 就是懵 啊 还有对于就是实战派啊 因为实战派的人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赛哥的这个培育 智装 智赛为主啊 人家每年就是上赛场去谈赛去啊 也不用跟你讲什么道理 而且自己呢 这些年总结的道理呢 还怕跟你们分享出去 因为啥 人家总结出来的 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东西 跟你分享出去的 共享的 你觉得没啥意思 这实战派的话 就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 养哥 总结 赛哥 郁装 这就是实战派 所以我们就是 真正的玩哥子的人啊 就是说 不管你心进来的好啊 或者是你老手的好 不要说的 听这些玄学派的这个东西 那你愿意听 博哥也说 也是无所谓 跟咱也没有关系啊 玩哥这个东西呢 其实真的很简单啊 玩的就是家族啊 家族当中有赛级更好 之后呢 就是养工 配对 之后你选拨的赛场 因为啥 你对鸽子如果有过多的了解一下 它就是什么样的偏气 非什么样的鸽子 什么样的赛线 非什么样的体型 你懂得这样的鸽子的话呢 你可以将你的鸽子 改良 扎椒 培育出 你需要的那个赛线的鸽子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啊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